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叔叔有一句话叫 不食不吃 到了小满季节 你不吃完山下面 好像不是一个地道的熟中人一样 就跟你不到长城非好汉 一个道理 我叫葛建 西藤老街一家面馆的负责人 每当小满各种生物生命力 活动最旺盛的时候 这个阶段的紫虾 是最肥美的 一年只有这么一个季 你要做好一碗山下面的面上面 也很讲究的 在面里面放一定配比的鸡蛋 就更有口感 对于普通的面来说呢 一般的工序就是压了五次 那么山下面的生面方面呢 多压两次 一般的鸡蛋 鸡蛋才有筋道 对 山下面都要有洗虾子 活虾头和粗虾仁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这个是胡纸啊 胡纸啊 胡纸 以这个位 先把那个虾子 从虾体上面剥离出来 然后我们拿这个专门的铝碗 把那个虾子 过滤出来 二十斤虾 最多只能有半斤多的虾子 它洗好 放在锅里面把它炒熟 去腥 剥虾头呢 就是从虾底上面剥离开来 拿到厨房把它走收 手熟了以后虾拿出来 还要用水把杂质清理干净 最后一个就是出虾仁 虾仁从虾壳里面剥出来以后呢 要将虾仁 特别讲究你手办的那种劲导和时间 山虾最后一步就是 把加工好的虾子下来 放在锅里面溜一下 要小火 要慢炒 这一道焦头就出来了 阿姨 这样拌一拌 对 把它拌匀了 拌匀了就能吃了 山虾面原来的要炒三下 以前是不是普通人能吃的 面对苏州人来说呢 它是一种文化的 苏州人的美与养 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一碗面如果说没有精湛的记忆 它的生命力不可能是长久的 有点文化的 通常是一种文化的 doors 开心 这种文化的 码美与党 说明 都是文化的 原来的 则 109 这种文化的 汇累 参加